本所113年6月17日晚间22时许 破报一本小五甲山入断已有民众纠纷情势 本所远景立即赶赴现场 到场查处细为谢姓男子与陈姓男子 因与伤者陈男之友人有在务纠纷情势 双方约定于该处进行谈判 谈判过程中双方一言不合而生肢体冲突 冲突过程中 谢姓男子与陈姓男子持刀被敲打伤者陈男之头部 自有受伤流血情势 经救护车送医包扎后所幸无大碍 警方并于现场遗留至至小客车内 取货西瓜刀一把及开三刀两把 全案调查后依妨害秩序 杀人未遂罪嫌移送高雄避检署侦办